狗狗伤口换笼怎么处理 当主人发现狗狗的身上有换笼性伤口的话 这就意味着你家狗狗可能有皮肤问题 已经可能有两三天了 一般来讲的话狗狗身上有换笼的话 有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个是不是出去被狗狗咬伤 或者是说是不是被其他的东西给划伤 一般来说这种创变的话 造成的伤口会比较多一点点 还有一个可能狗狗会有一些皮肤病 他皮肤病的话 他的细菌会在身上大量滋生 也会导致他的一个皮肤极限感染 会形成大量的一个浓性分泌物 如果发现狗狗身上有浓性分泌物比较多的话 第一个如果是说不方便去医院 可以自己在家用刷氧水给他做清洗 当然了刷氧水洗完之后的话 一定要用剩理盐水去给他洗干净 然后去给他用一些就是抗生素的药膏 或者是说是喷剂去给他去做一些治疗 如果是说上面的创面比较大 然后还是建议带到医院去让医生处理 因为这个时候你自己处理的话 可能处理的不干净 有些主人的话 如果发现有创面比较大的话 可能也不敢处理 所以还是建议主人到医院 让专业的医生来处理这种事情 小贴士 如果发现狗狗身上浓性分泌物比较多 可以自己在家用双氧水给他清洗 双氧水洗完之后的话 一定要用生理盐水去给他洗干净 然后去给他用一些含抗生素的药膏 如果是伤狗化农创面比较大 还是建议带到医院去让医生处理